現在基隆市府 是不是三公四老闆 因為在昨天的質詢的現場 這個交通助長就說 他們是找警察來行政協助 說一切合法 那議員就去問說 那你這個警察局長 到底知不知道 那這個翁群人就 他沒有回應 然後議員就說 你是在睡覺是不是 所以翁群人後來就說 我是真的不知道 在這種情況之間 非常離譜 那誰能夠下令 這些一分局長 進在當天的1月30號 進到基隆市長的市長室裡頭 那謝國良其實他今天也有說 這個12月1號 是點交次行動市交通處的 評管科所提出的需求 然後警方提供行政協助 這要請教博偉 看起來是不是包括 謝國良 還有基隆市的警察局長 通通在推卸責任 然後是要推給底下的科員 或科長去負責嗎 真說話過 如果何康的一定說 這雖然不是我處理的 但是我也有說 如果何康的坦言不知情 警察局長今天在諮詢台上面 講坦言不知情 這個表示什麼 這個是過 不是說 這個是過 我不擔 看誰叫自己去處理 這個誰可以叫 還記不記得一個新聞 當時分局長便衣去 他其實才就任第三天 被懷疑說是 你是不是任務型的分局長 是不是接到什麼指示 來這裡特別辦什麼事情 坦白講他現在 在調到其他地方 我們要問也問不得對 所以警察局長 他都不敢懶這個責任 那就表示一定有 比他更強力的手 比他更高的職位 比他更能夠 這個叫得動基層的人 這個人在全基隆 比警察局長 還要能夠叫動警察的 就只有一個 那個人就叫謝國良 起床啊 謝國良說他不知道 那就完蛋了 有這個靈異現象出現 這個公務員 接受到不知道哪裡來的 神靈感應 自己決定要去出勤 可能嗎 可能嗎 謝國良沒有擔當 謝國良沒有擔當 上梁不振下梁歪 剛好上面那個梁就是謝國良 上梁沒有擔當 下梁推責任 這個警察局長坦言不知情 全基隆 不要說這今年 前四年 這十年 你有聽過基隆的警察新聞嗎 沒有 全這十年 基隆警察就一件事 基隆警戒就一件事 警察局長坦言不知情 基隆市政府 有夠好分 如果不是今天議員質詢 議長排專案 這些人得過且過過兩三個月會期開始 事情風波過了就算了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討論 討論四十幾天 謝國良到今天沒有一句道歉 謝國良到今天沒有覺得做錯一件事情 謝國良把民事的問題拉升到刑事警察 拉高到政治對決 沒有一點點感到不好意思 跑去找韓國瑜問被罷免怎麼辦 跑去問這個辦座談會跟李明說明會 跑去貼廣告 說什麼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全台灣第一次 由執政市政府 貼廣告罵在野黨的某個派系 這個真的是荒天下之大機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這些問題 各位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他今天又混回一談 他說轉運站怎麼樣 林又昌出來說兩件事 第一 轉運站新北市也一樣 新北市那一個業員之最內行 板橋轉運站一年五十萬 基隆跟板橋一樣 基隆賺爛了吧 第二個謝國良說林又昌花七億 他說這個轉運站花了七億 林又昌說你把我裝那個 他說什麼 其實中央出2.6億 公路總局出3.7億 基隆自酬五千萬 第幾道菜多 他故意講一個七億 好像說基隆市政府花了很多錢 林又昌又在圖利自己了 他是個快樂的成年人 不需要這筆錢 林又昌可能需要 這個都謝國良講的 自己把火點得這麼大 然後自己在那邊嫌天氣太熱 這就是謝國良現在最大的狀況 歐龍世德 這個歐龍世德 歐龍世德變什麼 變黑白龍軍 黑白龍軍是怎樣 白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如果謝國良的快樂成年人 是建立在基隆人的痛苦上 那這種快樂真的是大家的快樂嗎 我最後補充一件事情 有拍到李明說座談會的餐點 一碗炒麵 炒麵上面有豆芽菜跟肉燥 一碗貢丸湯 貢丸湯有六顆貢丸 一盤滷味四個鳥蛋 一份海帶一塊豆干 只有基隆有 只有基隆市民 市政說明會 拜託又有吃又有吃 不錯啦 錢誰出 誰出的錢 還有那個廣告今天質詢 這兩天質詢 那個廣告誰出的錢 議員張浩瀚 議員張子豪民進黨籍 問行政首長們 那塊廣告誰出的錢 沒有人舉手 這個要加碼 這個質詢要加碼 控告偽造官署文書 控告直接告 看那塊是誰掛的 先把那個房東壓起來 你可以叫刑事警察 先把房東壓起來 擾亂國家秩序就行事 偽造官府 偽造行政文書 先把收錢的 看誰租那塊的 先壓起來 然後再看租客是誰 再壓起來 好不好 基隆市政府現在可以做 鐵萬好不好 趕快行事警察 翁局長不知道 這一塊就先扣起來 是 我們看到這個藍白黨團 現在要推這所謂的 藐視國會罪 但問題是 如果是立委本身的問題 比如說他問政荒腔走板 或說沒有準備 或說是他質疑的內容 可能是不實的訊息 甚至是謠言 比如說這個五黨籍立委 高金素媒 今天在立法院質詢陳建仁 他就說這個缺電因應 每天都在 綠營養大這個雲爆幫 光電幫 雞蛋幫 然後這個陳建仁就說 這你說的我完全不同意 這是你污衊貼標籤 所得的結果 請問何時缺電嗎 缺多少 我們現在有停電嗎 那你這樣在問陳建仁 那你要他怎麼回答呢 那回答不出來就是 藐視國會嗎 來 柏偉 你怎麼看這樣的情況 立法院榮譽顧問上課的時間 又到了 藐視國會罪支持同意 但是前提是 立法委員要做功課 國外之所以有各個國家 有國會的地方 有藐視國會罪的確有 但是他們是在聽證會上 學者專家必答說謊 有一點點像在法院上 他要按著聖經 如果是基督教天主教的國家 他保證我接下來講的東西 不會說謊 所以他是在這樣子一個神聖的 大家證據充足的 不能說謊的場合 你還故意說謊 故意的糟蹋專業 那這個叫藐視國會罪 整個立法院最不專業的 就是立委 這樣子我算藐視國會罪嗎 我也藐視你們 你們如果做得好的話 還怕人家看清你嗎 新科立委高金素媒 把跳電說成缺電 把停電說成缺電 高金素媒藐視國會抓去管 廖偉祥 他說你們那個誰啊 衛福部長薛瑞源 實安會報開會都沒有到 結果證明百分之九十幾次都是因為 實安會報時間被立法院叫去質詢 廖偉祥沒做功課 抓去管 藐視國會 牛許廷說 陳建仁你祈禱的時候講什麼 祈禱的可以問 祈禱是你質詢可以問的 你怎麼不問 嚴清標嚴寬恆跟馬祖祈禱什麼 你怎麼不問侯友宜 朱立倫要選的時候 關公跟他託夢什麼 藐視國會 牛許廷抓去關 黃國昌說要成立釣月小組 釣月小組 釣月小組四至七二九號二零一三年 馬皇陣爭之後 才就跟大家講 司法再辦的你不能釣月 還拿出來講 黃國昌藐視國會 抓去關 歐曉林說上對下抓去關 陳學生在國會性騷擾 加重判刑 藐視國會抓去關 葉元智沒有上班 先抓去關一個禮拜就好 徐巧新林濤抹 抹黑層擊中抹黑層實中 法院判敗訴抓去關 這樣子才公平 藐視國會是你們自己先藐視自己的 你說我要講藐視國會可以 立法院說要辦通議 大家用自己的母語講話 結果有官員不願意用他的母語回答 不願意帶上轉譯機 那個要藐視國會我覺得可以 我在質詢的時候有些人明明知道答案 前一天到我的辦公室跟我報告委員 那個預計要多久 隔天去質詢的時候他說 這件事情可能不能行 我說你昨天來講的跟今天不一樣 藐視國會我覺得可以 但是你自己的專業要先做起來 不要為了媒體政治聲量輿論風向 然後就改變自己的行為 你們講這些有道理嗎 你高金素美立法委員當多久了 缺電的定義你不知道嗎 每天備傳容量都在8%以上都是綠燈 你自己不知道嗎 真正藐視國會的就是這些 亂七八糟亂問的 高金還堅持 他說他的數據是沒錯的 然後所以陳建仁還說 請問什麼時候缺電 那就答不出來 高金說不需要在這邊做不愉快的答詢 高金也把插狀說成撞傳 高金也被李鴻遠的弟弟說 他來他家要放狗咬他 高金講的話很早就沒有公信力了 那是因為大家不知道時間過了忘記了 不然為什麼他的那個緋聞男友 他的弟弟說來要放狗咬他 做錯什麼事 所以這些事情其實我認為都很好理解 就是長時間以來 國民黨的荒謬胡說八道 沒有受到懲罰 國民黨不接受公都盟的評比 不去上班不去質詢 質詢亂質詢 嚴寬人質詢自己家的碼頭 沒有受到懲罰 真正藐視國會的就是國民黨 不然預備成幹嘛退黨 有的人說得利 有的人說實力 如果大家都要說實力 這叫黑道處理事情 什麼叫黑道處理事情 兩方時間沒有共識 不知道三公里 六公里到底在哪裡 國台辦挑戰幫你摸摸 說抱歉沒有這條線 說你是台灣暴力 說你們在執法的過程 他像之前執法兩年就說 他說在罪狀的過程 你把我的嘴巴撞到 所以為什麼 現在要說法律 要說實力 這就是黑道 小弟出去手指頭被砍斷 回去叫老大哥出來抗議 來 你現在要怎麼處理 阿強現在就是這樣 用議論 用法律的方式 要來把台灣壓下去 你要壓 我們紅棍子做黑道 不要讓他壓下去 結果想不到 竟然是自己的手在刺自己 我們台灣的宅野黨說 實力不好 不要跟人家大小生 這柯文哲說的 這個叫做陳雪森 他說 條件又用公雞跟雜蒙 叫超美的人激工 如果要這樣 他要看大家 穿基算比較多 看上錢比較多 看上錢比較多 看上錢比較有錢 以後民主都賣算 就讓那錢有錢的人去做就好了 你待會都這樣想 這樣想 台灣社會他的進步 你不就是為了 你知道社會沒有公平 你知道國家沒有對定 所以我們要努力 打造一個公平 正義的社會跟國家 所以人家要把你們 阿強要把你撞的時候 你不需要大聲 把他壓下去 大聲更厲害 我們也很大聲 不然怎麼樣 但是怎麼樣 他們現在決定 要用黑道處理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的行政官員 態度很重要 還純粟只有三項工作 三項工作要點 捍衛海漿 保護漁民 取締非法 今天是不是取締非法 今天是不是非法漁船 三五漁船 今天三五漁船 非法漁船 來到我們的海洋的時候 我們去取締 這叫取締非法 對 競然回來 去給蔡阿東這順 教委白漲船 蔡阿東說 你不對 炒命人 多天比較冷 你叫這些海巡 另外沒有想 我在第一季 我 你沒有多少錢 我在第一季 當時的來 庶民百風 海上不是像台灣路上 還有西洋上 像海的時候 庶民百風看不到落地 我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你說我去弄盡 我去弄盡 我用死命要賠 我想到我家裡還有 不怕 上面還有 還有老婆 老母 我篩盡 一樣 我吃飽很贏 結果回來 競然去給自己的人 檢討 灰心 失望 三大工作要點 取締非法 我勇敢的去取締非法 回來沒有鼓勵 還遭到責難 那我以後就不取締了 我這三隻腳以後 就斷一隻腳 我海巡以後看到 取締非法都放行 對不對 歡迎從我們金門沿岸登陸 歡迎來這邊聽鄧麗君唱歌 歡迎來我們這邊 吃這個金門特有的小吃 歡迎金門回歸 你在做這些事情 陳學生 高精數美 什麼受用的嗎 唱和中國 我感到非常的難過 你可以大力的考驗民進黨 質詢